我是黃冠一 我的網上Patreon平台 現在已經推出了 我會在這裡為大家 每個星期 講講環球投資市場的前瞻 否釋本港和國際金融的格局 在金、股、匯、債 投資市場裡面 尋找方向 大家不要等了 立即去登記 大家好 又是一語道破時間 大家都知道 這兩個禮拜 上個禮拜和這個禮拜 都頗重要 為甚麼呢 美國總統選舉 我們稱為金錢的政治遊戲 前奏在這兩個禮拜 上個禮拜就結了幕 上個禮拜大家都知道 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在上個禮拜一開始 拜登就出場 雖然這個前奏 要看看他們所謂的政綱是甚麼 他們的提名代表 當然拜登就是民主黨的提名代表 這個禮拜一就輪到共和黨 共和黨應該肯定就是特朗普 我們所說的全國代表大會 差不多他們是世思大會 環境氣氛非常熱鬧和激昂 但今次因為疫情的問題 唯有在東倫視頻 來跟大家講解一下自己的政綱 就算是好評如潮也好 也不是代表贏定的 因為這都是拉攏自己的支持者 過去的民主黨 上個禮拜都頗矜目 因為特朗普說 那位Sleepy Joe 即是拜登 其實真的沒有黑眼睡 他的演說是備受好評 即是廣泛 包括CNN 紐約郵報 甚至沒有被特朗普認為 是很侮辱他的霍士新聞 都說他頂呱呱的演說 連這個霍士新聞 很有名大名鼎鼎的主持人 Chris Wallace 華來士都說拜登說得不錯 特朗普將會遇到一個比較強勁的對手 這次民主黨的代表大會 其實經過一番悉心、神物的安排 他們因為通過視頻 所以從大多人出來說話 不分年齡、不分種族、不分州份 陸續出場跟拜登造勢 目的是甚麼呢 目的其實都是想塑造 拜登為一個謙謙君子 他為了國家 不為了自己 大家知道說甚麼 因為選舉的拍檔 有賀錦麗選擇了 我們都知道是Kamela Harris 所以安排了一堆女士出場 包括奧巴馬的太太Michelle 說特朗普沒有同情心 拜登的太太Jill 也出來說家庭的溫馨 以及經歷過家庭的痛苦 大兒子死了 當然不少賀錦麗 賀錦麗用三條T 叫做Trust 就是信任 Truth 真相和Transparency 就是透明度 你野餘 特朗普說謊 掩飾真相 以及製造分裂 令國民對政府沒有信任 剛才提到民主黨 還有一點要補充 原來有70個或超過70個 共和黨的人賭歌 來和民主黨大會撐場 包括前國務卿 Colin Powell 即是鮑威爾 他是黑人 另外就是前紐約市長 Michael Bloomberg 彭博 也來的 這些所謂的名人 大會 其實剛才都說 他真的是 為拜登 很不熱鬧 很不精彩 亦都很平如潮 輪到星期一 今天開始 共和黨代表大會 在North Carolina的夏洛特 牽起序幕 當然特朗普應該受提名 但會有人挑戰他 聽說前駐聯合國大使克里 要求他演講 其他有一群共和黨 你不要搞我 但一定是沒有民主黨人賭歌 來支持他牆 雖然是這樣 本來特朗普有很多事情 可以牙策策 自吹自擂 例如經濟、股市 甚至外交 我們在中國的 Billions of Dollars 但問題是 人算不如天算 因為整個疫情 導致賭血螺蟻 確診和死亡人數 全世界第一 經濟陷入衰退 失業率、新申領 失業救援的人數 亦都是高企 唯一可以自吹自擂 是股市 S&P和NASDAQ 仍是履創歷史新高 但問題是 股市和實體經濟似乎背遲 以及脫了折 它撐了多久 真不知道 無論如何都要頂上這個星期 相信板斧不多 唯有將矛盾轉移 矛盾轉移是甚麼呢 我們都在封殺華為、TikTok、微信 甚至是阿里巴巴 還有圍堵中國、抹黑中國 這些中國陰謀論 或者中國威脅論 這些東西 都很受美國受落 因為很多美國人 都被24小語新聞 24小語財經新聞 都令到很多事情很愚昧 始終這個策略都行得通 所以就算特朗普說出來 就看看他真的有沒有機會 不過這樣 他的鐵票真的很多 因為我們之前都說過 這是顏色之戰 白人很多票都支持他 畢竟黑人都佔大選民13%左右 未必撐得到他 所以我覺得這次特朗普未必輸定 還有一件事我們必須要留意 就是一個問題就是 以前所謂的國師 幫特朗普在2016年選舉的時候 被特朗普捧為國師 班農突被拘捕了 拘捕了會否影響了選情 大家必須要留意一下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因為我覺得有些內容沉迷 這麼巧合 民主黨選員就拘捕你 人家未開始就拘捕你 在中間也拘捕你 有一點必須要注意的 這次選舉 我早已說過 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混亂 最暴力的一次選舉 你看著11月3日 因為我不服你 你不服我 你看現在的普特倫 大家的大混戰在大混亂 所以大家一定要拭目以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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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